完整是心情分享 和回到小不高兴的视频空间 那么今天带给大家是由Fence Project推出的 Cumera and Cara 龙女 龙女 女龙 女机器恐龙 其实呢他们并没有一个官方的中文译名 因为这两个角色 在变形金刚的宇宙里面 并没有一个正式的身份 它是完全由Fence Project这家第三方公司 创造出来的角色 很多朋友都把他们想象成为 钢索老大身边的两个小爱妾 在包装里面是以人形收纳的 咱们就从这个形态聊起 内巴似也是凸现 女性 冰金刚这样一个身份特征了 摇晃起来一体性的表现 人形状态下还是相当不错的 头雕方面呢 两者有着很大的区别 整个头盔的形状是不一样的 而且面容方面呢 一个是仁者的面罩脸 一个是正常戴有嘴巴的一个面容了 两者比较起来呢 我会更喜欢人者女金刚 这样一个表情 面部的刻画 但两者的胸部都是非常的饱满 坚挺 特别喜欢 那么背后的龙头收纳呢 我刻意是做两种不同的安排 一个是把龙头掰成两半 摆在人形两侧 另外呢 这个人者多了一些武器配件啊 冷兵器插在背后 这更有点像钢索老大两个向后 仰恨起的小爪子啊 那么收腰效果包括女性的胸部 都是做了出来 整个的身段包括大小腿的比例 甚至大腿这一块还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圆润感 这个还是挺性感的啊 那么尾巴呢 我们又把它分开两者 我都是习惯把尾巴做一体性的展示 摆向一侧 这个看起来更为调皮一些啊 肩部这个地方的龙爪子 其实非常关键啊 如果把它取下来的话 就会显得人形头雕过大和身材 比较起来这个头身比啊 就看起来没有那么美观了 当部这个小裤衩的设计也是非常的贴心啊 从侧面来看呢 两者身段还是相当不错 前凸后翘 这个翘的尾巴是比较多 当然把头部龙头分开来呢 背包就更干净一些 龙头直接摆在后面呢 这个立体度好一些 但是背包显得个头更大 这个大背包的B端呢 从正后方来观察就更为明显了 摆成两侧呢 这看起来会稍微干净一些啊 但是龙的尾巴就像我刚才说的 不喜欢把它分开 摆在后面就OK了 可动性方面 头雕左右上下都没问题啊 修行关节 但是呢 头雕做的非常的立体 很饱满啊 如果要向侧部摆的比较开 就需要把这个护肩去掉 去掉之后呢 可以摆在手部 做一个安装 也是没问题的 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的 取下来之后 这脑袋显得有点过大 还是把它给安装上去吧 但这个垫肩呢 也是可以调节方向的 手臂平举 前后转动没问题 曲肘也是OK的 但是这个小臂啊 没有一个外摆内收的关节 完全是靠大臂根部的球形关节 做这样一个外摆和内收的动作 有点可惜啊 那么手腕可以平转 另外呢 可以向内收 这个动作呢 对于这个女金刚 抓自己的胸部 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手腕可动性 但是像他说的 我宁愿把这个手腕可动性取消 换作一个大小臂之间 外摆内收的关节 那么在腰间这一块的关节呢 除了正常的平转之外 还有一个向前翻动的可动性 那么这个可动性呢 也成为Fence Project 以及Make Toys 很多玩具的一个标准可动配置了 背后的龙头 包括龙的尾巴 都有向各个方向调节的可能性 那么两侧的这个应该叫侧部裙甲吧 可以向上提 它是一个双动关节 是变形的需要了 那么正前方的裙甲也能调节 不过手势比较粗大 很难伸得进去 不用调节 它情况下 这个腿部的可能性也是OK的 那么外摆内收呢 是靠大小腿之间的一个挖槽 另外它的屈膝啊 这块是一个双动关节 所以是完全超过90度的范围 那么Fence Project 它的玩具啊 在人形状态下的可动性和Make Toys 一样都是很让人放心的 那么脚板的接地性方面也是没问题 包括它的后脚跟 其实后脚跟对整个重心的把握 是非常关键的 一个球形的脚踝关节 对于站立的重心把握 还是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那么说到这个人形状态下 它的武器配件两者是不一样的 咱们看一下这个正常面容的龙女啊 它是有一个大剑 这大剑我觉得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另外呢还有一把枪 当然了那个女忍者上面呢 就更多的冷兵器了 那么说到这个枪呢 其实它除了拿在手里之外 还可以挂在腰间 但是挂起来非常松啊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个案 我试了一下 两侧这个突起都是一样的松 反而是枪的握柄这块 我可以但是突出太多了 那么女忍者的冷兵器插条件 倒是非常的稳定啊 这个接口看起来做的尺寸 是稍微有点问题的 枪握在手里倒是很流畅 而且紧实度也是能够让人满意的 那么人形对比方面呢 咱们就直接请出刚老大 作为刚老大身边的小三和小四 龙女一号二号的身材 都是非常的娇美 那么配色方面呢 正常面容的 咱们叫它龙衣吧 整个的样式 说想到了奥特曼的一个配色 这样呢又给它增加了一些 额外的日系风格 那么这两条龙除了细节 头雕配色之外 整个的结构是一样的 所以变形设计呢 咱们就只介绍龙女一号了 整个的变形思路 包括它的一个样式转化 用一个非常儒雅的 南方语系 粤语来形容 就是偷该啊 我曾经以为 如此简单的 一趴式变形只会出现在官方面向 低龄化的 D级别产品当中 但是没想到曾经的第三方 标杆性厂商Fence Project 在万众期待的恐龙玩具线里面 也是采用了如此 简单的变形设计啊 其实简单的变形设计没问题 只要做到简约明了 思路清晰 而又巧妙就OK了 但是这个呢 只是做到简单 没有任何巧妙可言啊 那么胸部这一块是我觉得整个变形当中 唯一让我眼前一亮的 就是把胸口的凸起 翻转进去 动作很漂亮 很干净啊 但是变成龙形之后 这个造型 有点让人失望 那么腰间的装甲呢 可以向上提 它是一个双动关节嘛 另外就是中间的裙甲 把它给翻开来 这个好害羞啊 把女生的裙子 直接给翻上去 之后把小内裤 给它给 旋转一下角度 这我说的都不知道该怎么介绍了 把小内裤中间合起来 再把它顶上去 变成一个突袭的形态 变着变得还兴奋起来了 这到底是男男女的 之后把腰身向下一压 再把两边的裙甲 向中间靠拢 那么向中间靠拢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和尾巴根部 有凹陷的位置 就一个固定的索扣位 把它给牵进去 起到一个固定的位置 就OK了 那么整个变形过程中 可以感到它的模具精准程度 还是OK的 但是这样一个变形思路 确实没有任何的享受感可言 另外呢就是把尾巴放下来 有一个凸起和臀部 这个菊花的位置插进去 特别的酸爽 插进去之后 你有一个明显的位置胶带 如果你都不知道 是否插进去了 这个可能要去看一下医生 另外呢就是要把腿部 这个膝盖的位置 调整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脚步旋转180度 前面它是一个迅猛龙啊 所以爪子是非常标志性的一个特征了 两边一样镜像的变身之后 咱们的迅猛龙龙女一号 就变身到位了 那么它站立起来 有时候不大稳定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把大枪就起到关键作用了 把它结合起来一推 OK了 形成一个支持面板 两个凸起呢 就可以和恐龙状态下的龙女 做一个结合了 恐龙状态下的两个龙女 一个是迅猛龙 一个是肿头龙吧 那么一体性表现呢 咱们分别来摇晃一下 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支持力度了 各个零件也是非常稳固的一个状态 身段方面呢 非常的纤细啊 那么从侧面来看 咱们专注于这个龙一吧 其实两者的身形都差不多 只是头雕方面呢 差异比较明显 可动性方面 头颈部有两段的后腾关节 但非常遗憾 这个可动呢 只能是在一个维度上 包括嘴巴张开 都是这一个维度 并没有左右的一个转动 这使整个的恐龙 一下少了很多的灵性 那么手臂方面呢 根部是球形关节 大爪子OK了 但是人形的手掌 直接是非常敷衍了事的 藏在大爪子下面 这个有点露切了 大腿根部 包括膝盖 都是可以调节的 后脚跟也是非常重要 它对整个龙形的支持 作用比人形状态下来的更为的关键 尾巴也是在一个维度上 并没有左右摆动的可能性 这个可动性 确实是在所有Fence Project的产品里面 算是比较差的了 那么整个身段呢 从底部来看 隐藏也是OK的 裆部非常的饱满 胸部是很平的一个状态 这个和人形 正好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站立起来不大稳怎么办呢 就拿出刚才两把大枪结合成的面板 两个凸起 安插在脚底板的位置 这个时候 咱们的恐龙就站立起来非常稳定了 摇晃起来也不会有一个扑该的表现 那么手臂调节一下 嘴巴打开来 这个从侧面来看 整个的恐龙形态还是OK的 那么最后呢 就是龙形状态下 和咱们刚老大做一个直接的尺寸比照 也可以看到 相对于刚才非常柔美的人形 在恐龙状态下 两个女基恐龙的表现 要逊色不少 没有人物背景支持的玩具 需要更强大的设计来支持 但显然这两款龙女 没有达到如此的高度 虽然女性机型的设定 有天然的加分优势 人形状态也很有女性韵味 但是过于简单的变形 和略显粗糙的龙形 还是让我有些失望 也许是内心对Fans Project的期待过高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